完成了 豬柳蛋漢堡 又稱豬柳強 我們其實還有幾天就出發去日本了 大家不要讓這個假象欺騙到 我們有的不只是三個行李箱 大家早晨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8點半 今天就要來做早餐了 在我生小朋友之前 我完全不是一個自願早起的人 但現在被迫我們全家成為了早上人 就因為這位先生非常早就起床 不過今天他已經睡得久了 7點多才起床 平時有時可能5點多6點就會起床 所以今天就深血來潮上來做這個豬柳強 其實也深血來潮了一段時間 那天經過Tesco就看到 有一匹的豬柳 就覺得挺方便 然後就馬上收拾其他材料 回來就可以做豬柳強 那除了這個豬肉 那當然就不少這個english muffin 然後呢 還有片莊的芝士 那我就選了這個mature slicing的cheddar 適合做Burger那種芝士 然後還有蛋 還有要看muffin用的牛肉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做的 不知道成不成功 但是看片就覺得應該挺容易 這麼容易就應該不會失敗吧 那我們立刻開始做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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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完成了 豬柳蛋汉堡 又称 豬柳强 樣子好像還可以吧 豬柳好像焦了一點點 但應該可以的 來試一試 豬柳蛋汉堡 不過它是沒有粉吃的 只有體字 不用太激動 不用太激動 這個豬柳很適合 我們自己特地煎到蛋黃是沒有那麼熟 有一點點蛋汁流出來 這個豬柳 最初煮的時候可能不能太大火 焦了一點 其實我們還有幾天就出發去日本了 很興奮 雖然這條影片上載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已經去完日本和香港 回到英國了 因為在這兩三個星期 我又不想完全不消息 所以我都預算了已經拍完所有的影片 所以令我可以在這兩三個星期 可以盡情放心地玩 如無意外 這條影片之後 再下一個星期 就會開始是我們去日本的Vlog 今天就是星期四 我們其實星期日的晚上就會出發 其實是星期一的早上六點的機器 但我們就要預早出發去機場 所以星期日晚我們凌晨兩三點就要出門 所以今天就特地拿出行李箱 就開始看看有什麼要收拾 當然我已經寫了一個列列 是我們有什麼要帶去 但其實大部分都真的是兒子的東西 我剛才有搜尋過 我們接下來在日本和香港的天氣是怎樣 才發現原來冬天是未到的 在日本和香港最高是會去到27、28度 所以看來我買給兒子那些很厚的冬天衣 基本上是不用戴的 因為它最冷好像都是18、19、20度 所以基本上可能一件短袖底衣 加一件長袖就已經夠暖了 都可以令到我們的行裝輕便一點 我們這次就會搭這個BA 英國航空 每一個大人包了兩件 每件23kg的寄倉行李 然後兒子那裡都包了一件寄倉行李 然後你還可以免費去寄倉BB車或者car seat 但是我們就不會戴的 因為我們自己的BB車就比較豐富 我們去到日本就會給錢租那裡的BB車 因為其實都不是真的很貴 我都是預先租了先 我還不知道到時候會不會真的用 因為根據以前的經驗 很多日本的車站出口都是沒有升降機的 所以基本上用背帶是會比用BB車比較方便 但是有時候可能如果是睡覺的話 去坐BB車可能就會舒服一些 所以我都預先預約了 到時候就看看會不會用 而回到香港就有朋友好好地借了一架 他們沒有在用的BB車給我們 所以我們整個旅程都不需要自己帶BB車過去了 因為total就是說有五件的寄倉行李 我都預計自己去到日本會瘋狂購物 再加上我們又會有東西在香港帶回來 所以我們應該都會用盡這五件的Allowance 我剛才就已經在衣櫃裡拿了我們有的行李出來 大家不要讓這個假象欺騙到 我們有的不只是三個行李 我們當然這裡全部都會帶去 這個就有普通一個布的大行李 都是寄倉行李的尺寸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的尺寸 不過我們裡面就有一個小的 這個就會這樣大包小的寄倉就過去了 然後這個是我那時候來英國之前 在美國買的這個牌子叫Away 不過調轉了 這個牌子的行李 它有大中小三個尺寸 就可以像俄羅斯娃娃一樣 寄倉在裡面 這個就是大尺寸 然後這個就是中尺寸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是 carry-on size 就是Doremi三個 這個 carry-on size 我們應該會拿相機用的 然後就把這個中尺寸 放在大尺寸裡面寄倉去日本 還有這個 carry-on的特別之處 就是其實它在這個位置 是放了一塊external charger 電話沒有電的時候就可以充 這個可以成就拿出來去充電 我想應該裡面是沒有電的 咦?OK的 也有 思想還有一塊 在家裡屈得太久 終於出了醒 走個圈 因為我們附近沒有馬沙 最近要出到City Center才有 或者駕車去另一個購物點 所以昨天就去馬沙走個圈 買了一個我之前在Instagram看到人家說是M&S新出 這個是Loaded Java Cheesecake 它是朱古力芝士蛋糕 上面有橙的醬和Chocolate Brownie的Trunks 這個看見之後我也挺想試 它是4磅 裡面有兩塊 跟大家一起試一試這個 好不好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平時如果你去開同一間超級市場太久 買下買下就開始發現裡面的東西好像沒什麼新鮮感 我超久沒有去M&S 現在突然去就覺得很多新東西 好像很多東西都很想試 但是奈何我們就快要去旅行 所以我也沒有買太多東西 只是買了這個回來試 就是這樣的 它有兩件 其實都不小一件 好 馬上來試一試 看看它橙味夠不夠 我也挺喜歡吃Java Cake 也挺硬的 我喜歡它的餅底 很脆不薄 也挺不錯 這個 其實它是屬於這個叫做Gastro Pop的系列 其實它是有些Mail Deal給你買的 好像是12磅 連主菜、陪菜、甜品 那三件都是二人份的 所以如果大家選得適合主菜的話 都可以試一試 其實12磅 兩個人在家吃的話 都算是挺划算的 每一次吃東西 都會有人在背後虎視眈眈的 你會以為我沒有餵東西給你吃 你剛剛才吃完奶 不錯 都會回購的 喜歡吃Java Cake的朋友 都可以去試一試 今天影片來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非常多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下方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 我出片的時候 就會有通知啦 敬請期待我們日本的Vlog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 Bye